兩位好 今天針對通保法的修正 可以說是我們在科技偵查法律授權 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不過因為 昨天就已經有民間思改團體聲明 說通保法侵害隱私資訊自主 那當然我看到民間思改會有這樣的聲明 我有點驚訝 所以我就必須要具體的看 說通保法的草案 侵害隱私跟資訊自主 指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進一步的 來說明 那不過昨天啊 基層檢察官團體 看到了那個民間思改會的聲明顯然是非常的憤怒 因為我很少看到我們基層檢察官 用這麼重的詞啊 要他們停止禍害國家 這樣繼續搞下去啊 是在形同保護啊 詐團 基層檢察官的聲明部長有沒有看過 這個有看過 認不認同 這個反應就是基層檢察官在辦案的一個困境 是啊 基層檢察官的新聲部長認不認同 這個的確是反應事實面的一些的震撼的一個困境 我們具體的看啊 因為我不喜歡討論 抽象的問題 用形容詞形容來形容去啊 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們具體的看 這次通保法的修正 是不是真的 有去侵害人權的部分 還是在打擊犯罪 兼顧保障人權的前提下所必要 我想這件事情啊要回顧啊 在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們非常多 包括現在已經當政委的台大法律系的教授 林明欣 還有很多 台大跟中研院的學者啊 就說 應該要立法授權 設備端的通訊監察跟網路流量紀錄 理由講得非常清楚啦 但設備端的通訊監察 也就是所謂的小木馬 大木馬小木馬部長分得清楚嗎 分得清楚嘛 那我們這一次 連小木馬都沒有放進來 就是擔心 這一步 如果跨出去了 我們 對於有關於通訊監察資料相關 目前現有機制的保障 是不是能夠做得充足 有很多人很擔心啊 所以最後你們草案也不敢把通訊端的 設備端的通訊監察放進來 我這樣說對不對 這個小木馬這部分 那個原來的草案那部分因為有 人權侵略各界有這樣的一個生意 所以這部分就拿掉了 德國的刑事訴訟法有沒有 德國刑事訴訟法有 有嘛 我們看外國的立法力 因為台灣在現實執行面上面的資訊共管 大家沒有信心啊 所以這一步 從保護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講 我認同學者 他們所提出來的呼籲有必要 但現實上的執行機制大家很擔心嘛 所以連行政部門這一次都不敢提 導致我們這次通訊法其實只有修 網路流量紀錄嘛 那我們要調取 網路流量紀錄這件事情為什麼必要 最重要的關鍵是不是剛好 E類電信 他們在抽樣的時候剛好有留那個 網路流量紀錄 實際上面偵辦的時候是不是這個樣子 對 當初如果沒有留這個網路流量紀錄的話 這個案子可以破案嗎 這個有流量紀錄的話可以讓我們這個破案取得破案 我們就進一步來看 但問題是 網路流量紀錄的修法躺在行政院躺了非常多年 今天終於放到檯面上 我們針對網路流量紀錄 是不是跟通訊的紀錄一樣 到目前為止 是采取法官保留 對是法官保留 是采取法官保留嘛 這件事情要講清楚啊 有法官在最後把關 那個 網路流量紀錄啊 事實上對於個人資訊比通訊的內容 所謂通訊的內容是 我今天打個電話給部長 結果我手機被監聽了 我們兩個講什麼話 全部都會被聽到嘛 對吧 對那個是監聽的內容 那這個 就有關於監聽的部分 是不是也是法官保留 這個是因為他對 隱私情害比較大 所以一定要法官保留 是嘛 那以網路流量紀錄跟我們通訊的內容 哪一個對個人隱私權的侵害比較強 那個通訊內容 對嘛 那所以如果我們第一步邁出去的時候 就針對網路流量紀錄的部分 我們還是採取法官保留嘛 但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比較擔心的 就是通訊使用者的資料 通訊使用者的資料 這支手機是屬於誰的 住在哪裡 這個是屬於個人資料的部分嘛 我們目前通保法的規定 是不是採取法官保留 目前是 是嘛 但我現在 為什麼我們提的草案 我們採取檢察官保留 你們現在一步啊 從 法官保留 跳到什麼 司法警察官也可以嘛 所以大家會擔心嘛 那如果說 我們這一步 不要賣了這麼大步 在兼顧人權保障的情況之下 採取檢察官保留 這樣的立場 部長知不支持 我問過很多 我問過很多 基層檢察官啊 他們說通訊者的資料 如果這一步 不要賣了這麼大 直接授權給警察 採取檢察官保留 他們認為在辦案的實務上 他們認為是可以的 可以兼顧人權保障 跟辦案實際的需求 但現在行政院院版 這部賣得非常的大 直接到 給警察了 就這個部分 如果採取檢察官保留 法務部的立場 贊不贊成 我們是支持行政院版 所以你不贊成採取檢察官保留 就是說 那個人頭 那個門號非常多 那要迅速調查 如果說他還要找檢察官也 不會啊 你如果說這種大型的詐欺犯罪 人頭門號 基本上都是報檢察官指揮在辦案啊 怎麼會警察在沒有檢察官統一指揮的情況之下 像五頭蒼蠅一樣去辦 那個跟委員報告 那個重大案件報檢官指揮 我想這部份 都 這個是 存在檢察官的主導 那做一般案件 主要是 考慮到人頭 帳戶非常多 如果每一件都找檢察官 檢察官就是 整個人力負荷可能會比較刺緊 沒關係啊 這個會牽涉到人權保障 跟打擊犯罪中間的平衡點嘛 那我問過非常多的檢察官啊 他們都贊成 那不過部長支持行政院版的立場 沒關係我們到委員會審查 進一步講 我支持 打擊犯罪 就像我今天提案說明的一樣 我們不可以讓壞人精神抖擾 結果好人累的跟狗一樣 然後那些壞人吃香喝辣 結果我們辛苦的基層的檢警 在後面苦苦追趕 這我絕對支持 但在另外一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 有不肖的檢警 跟犯罪集團勾結的話 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容忍啊 一定要嚴懲到底 嚴肅的追伴啊 部長同不同意 同意 我們繼續來看 郭哲銘 洗錢上百億的 88會館的主人 之前 你們前任的法務部怎麼重放的 郭哲銘跑掉喔 檢察官去過他的招待所 結果你們前任的法務部長軟趴趴啊 問他什麼說要追究檢察官的責任啊 推三組四的 結果不只只有郭哲銘啊 我發現台灣很奇怪啊 洗錢洗越多的 有招待所的 檢警關係都很好啊 郭哲銘拖了快一年才抓回來 現在換圖承文啊 圖承文去年 11月 檢方發動搜索的時候 他竟然跑咧 他們兩個有什麼共通之處 圖承文也有設招待所啊 檢察官也去過啊 警察也去過啊 到現在 人還沒有抓回來 來 我要問的 就郭哲銘的案子 檢察官可以一面限制出境 一邊放人嗎 郭哲銘的案子來看一下 2022年3月到11月 都已經禁管喔 限制出境出海喔 結果他18號26號要出境的時候 海關通知檢察官 檢察官說放人 這樣辦案正常嗎 來 請教部長 您當過檢察長啊 對犯罪偵查失誤 應該非常的熟悉啊 我搞不懂 檢察官一方面限制出境出海 一方面放人 結果放人的檢察官 去過 郭哲銘的招待所 這是什麼跟什麼啊 這種事情不需要嚴肅檢討嗎 來請部長 他這部分那個 那個 檢察官那部分 那檢察院也談了 那現在是移送到懲戒法院在審理中的 對嘛 部長你不會覺得很諷刺嗎 當初我們相信法務部 相信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結果兩個喔 跟檢察官最有關係的軟趴趴 反而現在是最不受社會信任的監察院 最後把他彈劾了 您不會覺得很諷刺嗎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怎麼這麼巧 圖承文 來 請部長 仔細看一下他的犯罪歷程 2019年的時候檢警開始偵辦他地下會對洗錢罪權 2020年7月檢警 到他私人的招待所 你光看這個時序啊 你就會覺得匪夷所思啊 一個在被調查地下會對跟洗錢的人 我們的檢察官跟警察 還呼朋引伴 到他的招待所去 可以這樣搞喔 結果 等到要對他執行搜索具體的時候他已經跑了 怎麼跑的 有沒有內線消息 怎麼這麼厲害 又跑了 這件事情啦 法務部 偵辦的進度如何跟大家說明一下 拖很久了啦 拖很久了 被檢查偵辦中 所以要偵辦多久 這個我們就尊重檢察官的 我們當然尊重檢察官嘛 我們現在就是要增加檢察官辦案的能量 希望他們把壞人一網打盡 所以我們現在願意在這邊 授權 給檢察官更大的權力 去做犯罪的偵查 但我要講另外一件事情啊 我要講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當這麼離譜的狀況 出現的時候 法務部 就躲在檢察官個案偵查後面 有沒有一個基本的態度啊 所謂基本的態度是 這種行為 絕不允許 法務部的立場 絕不寬待 嚴懲嚴辦 這樣的立場 部長 可不可以公開宣示 我們 法務部的立場 是不允許我們所有的這些 檢察官及辦案人員 在偵辦個案去 有接受一個招待的一個 一個 那我想這部分 就有了啊 就有了啊 問題是有了以後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嘛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嘛 你們具體的作為是什麼嘛 我們會責請那個 那個抬高檢署我們再來做了解調查 這個案子喔 我會持續的看 第一個 圖承文什麼時候抓回來 第二個 他怎麼跑的 我們都尊重檢察官的偵辦 不要但是不要以為新聞熱度過啦 偵辦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無疾而終 石沉大海 這個案子會成為石沉大海嗎 會不會石沉大海 圖承文抓得回來嗎 我們努力 當初怎麼跑的 洗錢上百億耶 謝謝 洗錢上百億耶 我們在修洗錢防治法 在修科技偵查的授權 我們就是希望落實到具體個案的時候 這種離譜的狀況不要發生嘛 我希望部長喔 新的部長新的氣象 硬起來啊 讓全國人民 對我們檢調的爭扮啦 是有信心的 嚴懲犯罪打擊不法 特別是這種洗錢上百億的大亨 可以嗎 這次我們努力 好謝謝黃委員 謝謝 部長 謝謝